好 同学们 下面就来到我们的技术专题 这个呢 也是隋成老师在这次复赛冲刺课程当中讲的最后一讲了 因为后面将是我们的胖子老师给大家讲了 有点舍不得大家 好吧 这样大家就给点面子 好好听这一讲 因为这一讲呢 特别重要 它所占的比例丝毫不压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数论 技术嘛 它其实呢 又有计算 又有数数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分析 因为我认为它占的比例比较大嘛 它必然有计算和数数 其实真实情况也是这样的 好 没有问题 好吧 我就不再平嘴了 我们来看一下近些年的一些考察情况 来 了解一下 技术呢 总的来说分成这三大类啊 很快的就是几何技术 数认技术和综合技术 几何技术就是数图形的 数认技术呢 可能就跟我们的约备制和相关啊 而综合技术呢 啥都有 或者是除了上面两个以外就综合技术 这个分法有点不太科学 或者说太不负责 谁不知道啊 是不是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全国上下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爷的 有牙的没牙全都知道 那么就说点 大家呢 不太知道的 或者说知道的人比较少的 不至于全国人都知道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技术的采用方法 我们从最基础的往下讲 好吧 来 第一个呢就是 绝对最原始 最土编 但最有用的方法 没举法 没举就是一个个去数嘛 说的不好听 叫死算 虽然我们说真爱生命远离死算 但死算并不溜人啊 谁说死算就要丢人 我不会 我忍得死算 不做才死算 不做才丢人呢 是不是 好 认同 请鼓鼓掌 我也认同我自己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没举法呢 它是一个走极端的一个方法 那最简单的题目 往往是用没举就能做出来的 而且最难的题目呢 当你没有任何方法 用下面的方法都搞定不了的时候呢 往往要回归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没举法 容易走极端 没举的时候呢 只要你注意分类有序去没举 那么就能做到不从不弄 明白什么意思吗 关键是分类有序没举 而不是瞎没举死没举 OK 好 这不说了啊 太简单了 比没举法呢 稍微高中一点点的 就是我们的加成原理 这也是我们整个小学阶段 技术的核心 叫加成原理 大家记住啊 先分类再分布就行了 先分了好几类 每类内部能用成法原理 最后呢 各类相加 是不是OK了 No problem 好了 下来呢就排类组合 排类组合 其实是在加成原理的基础上呢 给 给总结出来的 这个方法大家请记住啊 这个方法呢 在考试的时候 是能不出现就不出现 绝对 在任何备赛当中都是 只要能不出现排类组合 它就坚决不出现 因为这个呢 在初题者看来 这是一个超纲 而且超得特别厉害的一个知识点 大家要知道 在当年秀选老师上高中的时候啊 我们的排类组合呢 在高考当中都不怎么敢考的 只不过是现在 有你们学奥数学的早 你们认为 排类组合的题目 其实也不难啊 甚至我觉得很happy 比方说捆绑法啊 擦控法啊 什么隔板法 我觉得用的特别好啊 这是因为你们的老师太会教了 好吧 我又自恋一下啊 其实就我啊 好 开个玩笑啊 大家笑一下也挺好的嘛 学习嘛 要开心快乐一点点 好 就能不考就不考 大家记住它的基本意义啊 常用方法 就OK了 no problem 下来这两个呢 这两个方法呢 有些老师 或有些教材呢 不把它放在技术里面 把它当成我们的 组合的知识 或者说杂体理念 但我放在这里 其实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有些题目 可以用容赤原理来做啊 有些可以用抽屉原理来做啊 对不对 只不过是有时候抽屉原理 跟我们的最值问题相结合 而容赤原理呢 可能跟我们的那些 组合知识啊 相结合 或者跟我们的几何知识相结合 是不是 好 理解基础的就是 包括维恩图的含义 绘画维恩图 画完以后知道 每一部分图形的含义 而抽屉原理呢 要明白 最简单的就是 最不利原则和平均分原则 除此以外 OK 没有问题 好 那就是我们的常用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些考察情况 刚刚我们说了 每一局法呢 是最原始 最土壁的方法 它容易走极端 其实它的考分 也容易走极端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一一年的时候 考了三十分 哇 好高啊 在一二年的时候 它居然考了十分 在一四年的时候 又考了三十五分 实在不好预测 一四年考多少 我都不敢预测在这里 是吧 按理说应该考十分了 是吧 好吧 我都给出这些数据 预测呢 由你来做 分数预测 由你来做 好不好 你也可以挑战一下 自己的预测的功底 看能否预测未来的情况 就像我们的章鱼哥 大家知道 当时当年世界杯的时候 什么的章鱼很厉害啊 是吧 好吧 看你能不能超过章鱼 OK 好 就讲到这里 像第十五届的一道决赛题 看说 在十个盒子当中 放乒乓球 每个盒子中的球的个数呢 不能少于十一 也不能是十三 也不能是五的倍数 而且用鼻子不相同 那么至少需要多少个冰糖球呢 这些读起来好像条件挺复杂 对吧 不能是这个 也不能是那个 还不能是那个 好像限制很多 对吧 其实很简单 每几倍 不就十个盒子吗 你要怕它 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最少 那我就让它每个盒子 尽可能的少 对不对 但是各不相同 还不能是某些数 那最少是谁呢 不就是十一吗 不能少于十一 那最少就是十一 下来呢 可以是谁呢 该十二了吧 十二能吗 还真可以 满足条件 十三可以吗 不行 不能 十四可以吗 十 十五不行 不能是五倍数 十六 十六可以吗 可以 十七 可以 十八 十八可以吗 十八好像 可以 对吧 十八可以 十九 可以 二十不行 因为它是五的倍数 二十一 可以 二十二 二十二可以吗 二十二是 可以的 二十二可以 那有几何的 先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 那该下来该二十三了嘛 是吧 就这样的 很简单的 全加起来 最后等于一百七十三个 没有问题吧 就OK了 这就是说我们的答案 简单吗 跟白简一样 对吧 好 这个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就是简单的 枚举和验算 就OK了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来道题 说 呃 由图一所示 在边长为一的小正方形 组成的四乘四的方格当中 共有二十五个格点 那 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行 有二十五个点 以这些顶点 格点为顶点的三角形当中 就直角三角形当中 两条直角边分别是一和三的直角三角形呢 总共有多少个 在这里他画出了其中一个啊 那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对吧 而且呢 它是以这些格点为顶点的 我们把这样的图形叫什么来着 还记得住吗 对了 叫格点 多边形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必课定理 对不对 还记得住吗 那我们顺便说一下 每准下次呢 他就考到必课定理 对吧 就是 呃 内 内 部的点 加边上的点 除以二 减去一 乘以相邻四点面积 呃 乘以相邻四点面积 四点 面积 好 好吧 我们先讲这个吧 因为我觉得它也很重要哦 那么 怎么叫内部点呢 就是说这格点多边形 内部有几个点 那在这种我们发现 比如拿这个作为例子 它内部有几个点呢 有零个点 有零个格点 对吧 有零个 边上有几个呢 有三个 一 二 三 对不对 是三个对吧 不对 这个也是啊 对吧 这个不是吗 这也是啊 是吧 有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个格点 因此加五 除以二 减一 乘以相邻四点面积 什么叫相邻四点面积呢 就在这格点里面 相邻四个点围起来的面积 比如说 我们找这四个点 所围起来的面积是谁呢 刚好是一啊 对吧 因为这个图形的面积就是一嘛 对吧 因此乘以一 乘以一 那么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二分之五就二点五嘛 二点五点一呢 就一点五 一点五乘以一呢 还是一点五 那这个三角形面积确实是一点五吧 是不是 底层高除压 一乘三除压 确实一点五 对吧 这就是必课定理的一些内容 OK 好了 那么 好吧 我们顺便讲到这里吧 那么 他问的是 满足他条件的这种三角形有几个呢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找到一个以后 其他条件找到 我们想 在这个图形里面 这个图形里面 满足条件的三角形有几个呢 我目前已经画出了几个 两个了吧 一个 两个 是不是两个 其实我还可以画另外一条线呢 我这样画 是不是有四个满足条件的三角形 你看 是吧 你看这是一个 一个了吧 好 这又是一个 是吧 以这条边为底边的 长边的 有两个 那以这条边为长边的 是不是又两个 因此 每三个相邻的格子呢 那就有四个 对吧 那我们找 有多少个相邻的格子呢 我们先看第一行 第一行有几个呢 一二三 相邻的吧 好 又来 一二三 又相邻的吧 是不是两个相邻 因此一行有几个呢 一行有几个呢 一个相邻的 就四个 对不对 两个相邻呢 就八个 因此这行就八个 同理 它有八个 八个 八个 是不是四八三是 不要太粗心哦 难道竖的不可以吗 竖的相邻是不是也行 跟横的相邻是不是等效的 因此应该有八八六十四个 对不对 有八行 对吧 八行 合起来一共有四行 再加四列 一共是八个 那就八八六十四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明白了吗 好 这要题呢 非常之简单 就没啥可总结了 就是顺便说了一下这个 逼克定理 OK 逼克定理呢 有时候它格点的不是四点围起来 像正方形 它可能是三角形 那种格点 还有印象吧 那也是满足这个式子的 这是一个通用的 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式子 OK 但数点的时候 确认别数错 一旦数错 前功尽行 好吧 好 这一段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就是这两个字体 来 attend 转费 这个 нап 两个人